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写字丑的人能力比较强 什么 那说说你有什么能力吧 在学校当了两年的街舞社长 然后举办了多场的街舞比赛和街舞专场演出 然后整个活动的从写策划到审批策划 到与各个嘉宾谈邀请他们过来 和以及就是学校这方面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 除了现场的布置这些需要手下的人完成 也有这个销售能力表达能力 因为之前有过这个销售的实习经验 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这个信息流广告的这个销售 你这么有个性怎么会去做销售 因为就是比较爱说话 比较善于表达 然后比较能够揣测人的心理 真的 就是我感觉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哪句话该说不该说 那我们试一下 卖一下知识转乃 那你自己挑对象好不好 我挑 明朗文化的赵总 赵总好 你好 我知道咱们公司现在做这个烧儿篮球培训对吧 是 对这个体能培训是一方面 这个智力培训也是现在烧儿需要的一部分 对吧 得知情美劳全面发展嘛 对呀 所以在体育培训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他们运动量 运动之后比较累了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些补充体能的 或者说增长智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长知识了 因为体育吧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纯体力的东西 一般体育好的人他智力都不低 所以 那我们是通过让他提高他的血液里面的含氧量 那个然后来让他记忆力好 但是他运动之后 我们一般是会给他补充水分更多的呀 而不是说补充酸奶呀 对 但是就是 如果说一个孩子他特别喜欢体育的话 他的家长可能会认为 我的孩子现在喜欢体育 会不会耽误我的孩子学习呢 会不会他不爱学习呢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多喝一点长知识了 也许他的效率就会很高 我上课听五分钟 四十分钟在讲篮球 我照样能考一百分 这个我能跟家长说吗 首先啊 酸奶里边的能量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含量非常高 这个跟市面上的酸奶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蛋白质高达3.1克 跟市面上现在现有的这个含量还是有相当的区别的 那你能先让我们的孩子们试吃 然后如果家长们满意 你再给我收费吗 这个我只是一个销售 我做不了主 那我回去跟我们的市场负责人商量一下好不好 好 那 谢谢 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就是他找的是我们青少年这个点 那其实我们经常给大家讲 给我们的学员和家长讲 身体好是学习好的基础 他当时这个点打得我觉得还挺准的 那个长知识 这个点跟知识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把它当成知识 对他的脑子开发什么什么之类有关系的话 就是误导了 这是核心的东西 长知识 它的核心成分带知识的酸奶 这是核心的 所以说你去卖知识和这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没找到问题的最本质的东西 你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什么呢 企业的核心的诉求 没有表达出来 这是跑偏了 其实因为他这里面是有知识 他应该说我的知识 然后可以让 然后帮助身体 那个寓意嘛 对 然后可以跟他补盖 他如果能把这个 就是说我这里面除了含有水 还有大量的蛋白 产品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 是长知识 他作为一个销售 他守住了底线 金川是一个有底线的孩子 刚才赵总去引导他 想拉他下水 让他给一些欧望 这个过渡承诺 对不对 说可不可以给我的孩子试吃啊 对吧 如果是一个急于达成的销售 他一定会说 没问题 扛两心就上来 先给大家吃 对吧 你已经脱离了销售这个职位了 你没那么大权利吗 我觉得这个我和你的观点还不一样 我觉得你回答我还不满意 我这件事情 我回去要请示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一定会争取 为你提供这个试吃的 你不能说我就是个销售 变得就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这个 可是我觉得他作为这种基层的销售 他有这种很诚恳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销售不一定有那么多技巧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让客户喜欢他 销售有时候示弱特别重要 没发挥好 就是这个销售 这个考核就是其实 考验的东西 它不仅是你的推销能力 它还考验了你的反应能力 然后思维逻辑能力 就是其实还挺多的 我觉得这孩子其实真不错 看上去有一点 这个这个这个 吊儿郎当的样子 但其实他真的在那一点上 是很多选手达不到的 很多选手脱口而出就是 行啊 我给你送两箱吧 他没有 而且他脸上露出的那种羞涩的 那种笑容让人感觉到 他特别的坦诚 而且他上来之后 他迅速地找到了 随风奔跑的运动性质的 这样的机构 需要这样的方式来给孩子 我觉得他挺好的 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 可以打八十分 不错不错不错啊 你要求多少请一个月 实习是低于四千 不低于四千 转正的话 尽量是六千起步吧 六千往上 应聘的是产品经理助理 对项目助理 或者是活动策划的港 或者授钱工程师 销售考不考虑 电销我不考虑了 然后2B 2C的不考虑 2B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起点 就是2B的 我不是说2C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 2B可能更适合我 迫不及待想要看他跳舞了吧 那第一轮赶紧选择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好 速度站能全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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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